大家好 最近有话有反映到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养护的三角梅 平时施肥浇水都比较正常 也给足了肥也给足了水 但是长出来的枝条还是瘦瘦小小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 就是三角梅的根出了问题 因为三角梅的根太弱 那么土壤以下的跟土壤以上的生长就不协调 那么整个三角梅生长出来 肯定是枝条瘦小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强壮三角梅的根 强壮三角梅的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花多多15号 因为花多多15号它主要是生根型的 我们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对水 给它浇灌这个土壤就可以了 每次等到这个土壤干透了 我们再给它浇 因为想要三角梅的根长得强壮 必须要控水 也就是说土壤偏湿 长新叶片新芽多 土壤偏干长根多 同时我们要适当的给它增加光照 不要给它放到偏硬的地方来养 因为光照时间够久 三角梅转换的养分才多 才不容易产生土壤 根系才会长得强壮 这就是如何让三角梅强壮它的根系的一些养护方法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